这一幅是新京的楷书的写画 那这一幅的楷书是比较接近 有工钱的这种笔画 比较受益的笔画来写画 所以这是在书法里面的基础楷书部分 那书法隆书之后还是要漏管跟用印 漏管的地方通常是找留一个地方漏管 然后用印 用印有两个 一个是引手印 一个就是施章施印 大概书法的过程就是大力是这样子 那新京的楷书大概最主要是这两部分